請看 我今天站在這舞台是希望改造我的胸部 這方面讓我帶來很大的自卑 他側面跟正面應該差不了多 等於說他99分就差1分 是 所以你決定要來 當著一件藝術品來雕塑 今天第一位要登場的選手 孫衛斯 我們先來看看他的改造過程 好不好 來 身材嬌小 有著深邃五官的孫衛斯 對自己平寒的胸部相當沒自信 雖然已經是兩個孩子的媽 但他依舊不放棄對美的追求 現在就來盡聽看 洋醫師團隊的改造計畫 如果你要做自體的話 我會建議BMI 太瘦就不行 太瘦就不行 你太瘦根本取不到什麼 通常我們會用BMI的 好一點的話 大概是百分之二十 五到十會犧牲 那有一些比較平均來說 是至少有百分之七十是不足 有沖煙的食材 我覺得這種會比較差異 日夜店島 熬夜 還有臉上的差異 由於衛斯下半身 囤積了不少脂肪量 因此可以利用自己的脂肪 來填補不足的部位 另外改造團隊還觀察到 衛斯的臉上 有一些可以加強的地方 黑眼圈 我覺得它黑眼圈很明顯 它可能黑眼圈還有 那等於是 等於它附送它就對了 買衣送衣就對了 經過楊醫師的改造團隊 討論過後 馬上就約衛斯到場 進行這次的大改造 有減肥的問題的話 那如果去控制體重部 不要讓胸部有流失 一個月到三個月之內 最好是不要掉體重 自己的脂肪是 它是你是自己的東西 所以它還是會 不會因為說 它換一個地方 它就不會流失 那原則上就是 盡量把體重 維持在標準的體重 衛斯擔心 改造後如果減重 會讓胸部縮水 經由楊敏錦醫師的說明 他才得到正確的保養方法 期待我的成果 因為我怕房間摔下來 都不怕 那臉都不摔什麼 有老公的權力支持 勇敢的衛斯 對於改造結果相當的期待 目標是成為矮子界的林志玲 有啊 火過場 我就自己看自己手術 來說是整整 你也不會讓你去 衛斯很開心地 與醫師分享自己的生產經驗 絲毫感受不到一絲緊張情緒 由於他樂觀的態度 讓改造過程進行得相當順利 我東西在那邊跑了 這樣會比較滿油的 取出衛斯大腿囤積的脂肪 下一步 就要將它們填補到胸部 完成這次的改造計畫 謝謝 謝謝 期待衛斯改造之後的樣子嗎 讓我們一起回到棚內 見證它傲人的真材吧 衛斯一直跟我講說 瑞琳姐 我要的真的不多 我要的真的不多 只要有一些小小的改變 我其實它就會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可是你知道嗎 一樣 從改造到現在 它的笑容一直是掛在臉上 是喔 非常樂觀 來 我們看看它 出場之後有沒有什麼改變 孫瑋絲請就位 有一點模特兒的感覺囉 走踢台的步伐囉 是 幹嘛啦 幹嘛啦 你怎麼寫會 這都會不會 沒有啦 亂開這種玩笑 我到現在還在看它頸部以上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很難 來 我們給 喔 那不好意思 哇 沒有 你一樣 我說外套有沒有 我現在才看到 對 外套還是一樣 我們 對 哇 這麼大方 哇 哇 我不知道四小龍跟郝少文躲在裡面 你 你想 你想扒他們兩個的頭 對不對 什麼四小龍跟郝少文 好不好 阿彌陀佛 兩位方丈 好 好啦 開玩笑好不好 就是他夢想達成了 是 婷婷導師 是 有話說 來 楊醫師 衛師本身條件就很好 然後本身就很漂亮 就是 差一個 兩點 我們經過畫縫點珠 讓他重新出發 然後我想 他其他的地方 請 鄭醫師 要不要細數一下 像楊醫師說的 他其實已經非常的好了 是 他的面容那些 其實已經很立體 那我們也不希望說 再調整的太多 讓他變得好像不太 不像自己 那他其實臉部 還是有稍微做一些修飾 他有一點點淚溝 然後我們他有一點點 黑眼圈的狀況 有稍微做一些療程 其實大家如果仔細看 他的面部 黑眼圈其實也有一點改善了 他素顏喔 今天素顏喔 對 沒有化妝喔 沒有化妝喔 那當然大家最 最注目的就是 還是他整個胸部的部分 我們如果想要做一些 把脂肪移植到胸部 這樣的事情的話 先覺得條件就是 他要有足夠的脂肪 那他 他有嗎 對 他上半身看起來 會讓人家擔心他瘦瘦的 幸好說他下半身 還有一些脂肪 他也是用自己的 大腿 是 用他自己的 大腿外後側的脂肪 所以他馬鞍的部分就對了 是 那個地方對不對 對 像瑞琳的手 真是有利用價值啊 你看 這剛好結長無短的感覺 是 了不起 趙莉我們來摸一下 感覺觸感如何 是 那怎麼好意思呢 好不好 今天那個 你摸下去我馬上報警 好嗎 你要把我們兩個 抱緊的 來 證明一下 來 觸感摸一下 對啊 好軟喔 為什麼 不相信 我 我坦白講 每次到這裡你就不相信 對啊 你真的是 你覺得我站這麼近 我會相信嗎 那你感覺真的不一樣 他是有彈力 是 然後我是 沒有彈力 蛤 而且你看身材 你也看到 轉一圈給大家看 你看 上台轉一圈 其實你看 他的馬也沒了 有沒有 胸膜變大了 他要的都有了 有沒有 我覺得 非常匀秤 差好多喔 你個人最滿意的改變在哪兒 那個 胸的感覺的 形狀 是 形狀 對 就像一個 碗是大 碗 又不用大 不用太大 當然適當的嘛 適合你的 對 一手抓得住最好 我是為補魯的 我是為補魯的 我是為補魯 所以他有點下垂了 來 這個我想聽聽看 我們好像小Call是不是過來 一樣一樣 對 就是其實我覺得 因為我以前 我站要做豐胸之前 就很害怕放異物在自己的身體裡面 那我想說就自己的原料比較好 所以我就是自己抽自己的原料 然後剛好我的屁股很大 可是你有吃胖過對不對 對 其實因為那時候我還是屬於比較偏瘦的 我在短短的三四個禮拜內 我把自己吃胖五公斤 有需要這麼犧牲嗎 對 就為了要取原料 對啊 因為那時候他去我家藏我飼料吃了 對我來講是很有自信 就是我做什麼事情都很有自信 還有就是我覺得在保養上面就是很重要 因為它其實就像自己的脂肪一樣 如果說你沒有認真的去保養它的話 它其實還是會消 所以你在飲食上面 你做好一個保養的話 其實它可以維持在一個很好的狀態 是 對 那我們的邱老師 其實他是以孔雀為主 然後老虎為虎這樣的個性 所以其實一句話來代表 其實衛斯他的個性應該是性感美 但是他以前的外型給人家是一種感性美 所以比較不對稱 性感感 現在有了這樣的一個改造改變之後 我覺得他的內在跟外在呢 其實是更和諧更一致的 說真的啦 老公感覺怎麼樣 他好開心 是喔 真的 以前是說摸不到 現在是摸得好大 是 你找到一根了 摸了的感覺 對 大家看到你的改變 改變就是說 怎麼穿衣服有點突出的感覺 對 就我覺得這好開心 正是開心 好不好 我們也為你感到開心 謝謝 好 謝謝 孫瑋斯恭喜你 請先休息片刻 謝謝 生完兩個小孩之後 胸部變平膽的瑋斯 經過了楊醫師團隊的改造 重新找回了自信 恭喜瑋斯 三位選手再度登場之後 我們就要一較高低了 是啊 透過我們的五位 導師和專家們 二十位我們現場的 我們要來投票 每個人有二十五票的機會 最多二十五分 最低就零分了 是啊 最高分的人就順利晉級 好不好 再次邀請我們三位學員 再次登場 孫瑋斯 羅知秋 劉瑋瑋 跟第一次走出來都不一樣 都不一樣 都不一樣了 我們請兩位 來 兩位請先旁邊 我們請瑋斯 先來自我自己的拉票吧 好好的 表達你心裡面的想法 希望能夠感動大家 進而支持你 投下你神聖的一票 拉票時間 說出你的夢想 開始 首先 我要感謝我的先生 支持我來參加這個節目 還有楊氏團隊 現在很像我的一家人 非常感謝你們 給我這個機會 其實我很滿意我現在的狀況 但是 人生 這是人生的震撼點 我希望還是可以做更好更完美的我 讓我自己看得更開心更快樂 希望 各位導師 再一個給我一個希望 謝謝 好的 表達完了 三位導師 其實是四位啦 三組導師 還有我們的兩位專家 第一輪請 給 分 只有謝醫師還在猶豫 邱老師投票了 吳老師還沒有 好的 三票 好 我們有三票 謝嘉賢醫師沒有投票 請 妳講兵不厭差嗎 不是 因為我覺得 她是一個非常成功的改造 那就是 可能從85分已經到93分了 所以我覺得 基本上目前以她的狀況 我覺得是非常好的 那 所以我沒有投給她 那我覺得 妳現在這個狀態 我覺得是很為妳開心 進步的空間有限 對 而且就表示妳的條件其實很好 對啊 但邱老師為什麼您覺得 她還要繼續走下去呢 嗯 因為 我覺得其實 以一個 已婚 然後當過媽媽的這樣一個女性 能夠有勇氣站上這個舞台 而且很自信地展現自己 我覺得 我希望更多的 跟她一樣的媽媽們 能夠看到她 所以我希望把她在這個舞台上 留得久一點 鼓勵更多的媽媽 或者是所謂的家庭主婦 能夠勇敢地改造自己 沒關係 這邊得三分 接下來二十分 對 我們來看 夢想評審團 請 給 分 Kat很猶豫 好 好 投票完畢了 OK 我們看看我們未吃最後的得分 請看 九分 來 請先休息片刻 謝謝 來 那慈秋 我告訴你 那是絕對沒問題的 對 為什麼 而且 能蹲多低 才能彈跳多高 是 人就是個彈簧 你過去壓了這麼久 今天就是要等待爆發 好不好 等你的頭髮先爆發 接著就等你的事業跟人生大爆發 我就來個動力火車 好不好 動力火車的演唱會就等你去 對 而且我們也等著看著 直秋的成長 他會有不一樣的人生 那我們歡迎楊醫師 楊明權醫師 還有我們鄭元醫師上台 來 上台 對 我們團隊的兩位重要的領導 是 我們的領導人物 然後要跟我們三位學員 站在一塊 那麼我想今天的這個 我們的節目中呈現的呢 不只是說一個較勁 一個比較的意味 而是說我們要呈現 是一種在夢想當中 大家在 來 精神 不斷的努力 不斷的付出 然後也不斷的尋求資源 尋找方向的過程當中 他們最後是怎麼樣 獲得大家的認同 進而獲得大家的支持的 希望今天的節目內容 能夠讓您有感動 也能夠有收穫 這也是我們節目 最重要的一個宗旨 有夢想想圓夢 跟我們聯絡 好不好 觀眾朋友 實在不可思議 我們下週見 拜拜 謝謝 謝謝